為什麼錄這段影片呢? 因為我在網上看到有些文章 在這個時候當然有很多邪教徒、邪教領袖 說反對公民抗命的行動等等 在時代論壇也看到很多 當然最突出的那兩位是 邪教外主力媽寶 有共狗邝寶羅和吳中文兩位 當然不少他們 為什麼我說他們是媽寶呢? 不是開玩笑,除了他們說是口徑一致之外 他們也引用同樣的經文去說同樣的東西 這簡直是心靈相通 無論如何是BLO感覺 首先在時代論壇 引述一篇邝寶羅的文章 這篇文章是正式公開的 你有興趣可以去看看 因為他在香港聖工會的教星網頁上登 這是公開正式的回應 大主教對於時事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 我也不重複 你也猜到他在說什麼 最後他提到 先知耶利米曾經說過 我使你們被勞到的那城 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 為那城討告夜和華 因為那城得平安 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他鼓勵各位弟兄姊妹 一同為我們城市和國家 共同努力 尋求彼此理解 並化解我們之間的分歧 現在說這種事 就是之前是恥笑遊行的人 你不帶著菲蓉去 那時你又不見了 尋求理解 這樣惹氣 在搞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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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出火 這就是正協 兼聖工會主教 鄺寶羅 他身在其位 我不知道他是为名,还是为你,还是什么 他有很多这些乃共言论,一直都有 另外,吴忠文也是跑不掉 他有威风,因为邝宝罗登在自己网页 即是圣公会网页,不是他自己在圣公会网页 然后得到时代论坛的引述 吴忠文更加威风,他直接杀出香港,去到台湾醒暴 他说民主有很多种形式 并且表示,很多人说他是共狗,说他是建制派 但他说不是,他是中间派,他是无党无派 他这样说,是吧? 我也同意他的说法 邝宝罗是狗得出样 因为他事实上是有一个职位在身上 他是政协的委员 但吴忠文确实没有这些名利上的牵涉 他事实上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吴忠文不就更加狗 因为有好处,你就去买贡 那你也是为了好处去做 你也是很贱的 如果是没有好处,明明没有好处 你也会去买贡 那就真的贱得很厉害了 我更不能理解 我不是评论他的人 他到最后访问的时候 他经常跟教会会友说 为香港的局势讨告有三点 我只提到其中一点 首先,为香港的未来讨告 因为圣经耶利米书29章第7节说 为所处的城市求平安 以至我们在其中也得平安 那就是刚才曠主教的那一段经文 你在那里住 在那里吃,在那里饿 那你就为那个城市讨告 即是国家强势 香港就有饭吃 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沉根究底 那我们看看耶利米书如何说 这个耶利米书 在29章 基本上 就是先知耶利米 他一开始就说 从耶路撒冷寄信给秘老的祭司先知和众民 并且生存的长老 就是尼布甲尼撒 由耶路撒冷捉到巴比伦 去那里去那里 他透过一些人 把那封信寄过去 在信上 他说 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对一切被老去的就是 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老到巴比伦的人 如此说 你们要改造房屋 住在其中 栽种田园 是其中所产的 结婚、生儿子等 帮你的儿子 娶老婆 帮你的女儿 找老公 生儿养女 在那里生养众多 不致减少 并且我所使你们被老到的城 你们要为那个城 求平安 为那个城 祷告耶和华 因为那个城平安 你们也随着平安 这是原本的 context 如果是熟悉那些圣经的故事的人 你也了解 以色列的地 本来耶和华 就是那个英许地 就是答应了那一块地 就是给那些以色列人 OK 但是由于那些以色列人 就是专做坏事 就是推阿婆洛海 搞那些东西 整天惹到上帝很生气 他们做了很多次坏事之后 上帝就忍不住 所以就决定去懲罚他们 懲罚到最厉害那一刻 也是这样 就是收回那个英许地 以前我答应给你那个地方 就是现在我收回 之前给你也是我给你面子 也是给你 因为你这群死子 你这么坏 就收回 所以 在圣经的故事 至少是这样 容许 甚至乎 要巴比伦王 捉走那些以色列人 就是这样 但是又不是赶尽杀绝 因为那个故事 继续讲下去 在耶利米书 也说 你们在那里暂住一阵 你在那里暂住的时候 就是为那个城土告 大家都有几餐温饱 但是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 过多七十年之后 下面大题目都说 是预言如七十年必反故土 还有七十年之后 上帝就会容许你们 回到你们的英许地 大概是这样的 现在我觉得 邝宝罗和吴忠文 引用这段经文 其实是有心意的 我相信他们引用这段经文 会受到圣灵的感动 不是乱忍 否则两个大男人之间 我估计是没什么 但是他们各自同时 引用到耶利米书 第29章这段经文 绝对不是巧合 我相信是有圣灵在背后作弓 但是 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如果故事里面的以色列 是在说香港 或者是在预表香港的情况 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如果香港 像以色列那样 需要韜光养晦 为你那个宗主国 来祷告 希望将来有一天可以复国 可以独立 这些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说的 但是一个问题来 以色列他熬了70年 他就可以回到他们的英许地 香港又如何呢 在圣经里面 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 告诉我们 到底哪一年哪一月 在什么时候 才是香港起飞脚的时候 答案 就在圣经里面 知道吗 挺厉害的 不需要圣经密码 看圣经就可以了 我们揭几页 如果你有中文圣经 揭到去 刚才在看的那里 就是耶利米书第29章 揭一点点 到第32章 下一段故事 他就这样说 这里提到 耶利米书 耶和华的幻临到我说 耶和华对耶利米书 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勒庙 他就会来找你 他就说 我在阿拉特的那块地 希望你买了它 因为你买这块地 就是合乎属回之理 然后故事继续讲下去 那不久 果然有个人 就走来找耶利米 就说 我这块地 我希望你买了它 那耶利米说 哇 那么神准 他就知道 这是耶和华的说话 所以他就立刻 这块地 用17社客奈的钱 给他 就买了那块地 然后他后面说 一些法律的东西 如何画押 然后见证人 总之就是明媒正取 合情合法兼合理 做足手续 在律师的见证下 完成交易 然后他就祝负秘书巴禄 说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要将封监 和躺着的两张契 放在雅瓶里面 就可以保存很久 因为万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如此说 将来 在这个地 必有人再买房屋 田地 和葡萄园 所以这个故事 就说 耶利米 在上帝的指引下 他买了一块地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一个见证 将来 终有一天 他这块地 他团积了这块地 以低价 贱价买了这块地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国家乱乱 以低价买了这块地 将来 上帝的应许成就 这块地再次变成上帝的应许地 他就可以将这块地 买得出 所以将契收起 将来 你买得出这块地 就是 以色列 以色列 能够回应许地 以色列 能够复国的日子 就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你想想 如果 刚才我们看的经文 你想想 如果 以色列 就是预表香港 就像刚才 两位伟大的牧师 吴忠文 和 邝宝罗 这样说 预表香港 我觉得 耶利米 这个团地 事件 又是预表哪一位呢 如果你是了解香港时事的话 你也知道 在香港 有个举足轻重的信徒 无论 在政坛 和教会圈 都是非常出名的 有个人 叫做 陈茂波 他最近接连 上新闻 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 让我们不要遗忘这个人 你知道吗 他和耶利米 很多年前 团了一块地 最近 他卖出了 天价成交 我做节目 《耶交易文禄》 也说过很多次 我觉得 一个人 无厉害 能够有这么大的祝福 赚那么多钱 过千万的利润 因为我觉得一定是上帝的祝福 知道吗 所以 这一定是上帝的心意 对吧 所以 我有理由觉得 上帝千简万简 选了 这个 陈茂波 来做现代耶利米 是一个象征 告诉香港人 和香港信徒 圣经里面 上帝的预言 今天 就在你的眼前 成就了 他当年团了那块地 收起来 我不知道 他放在银巾 还是放在银行 总之 这些契 就收起很多年 今天 就卖出了 就等于当年 耶利米那契 收起很多年 但是当他回到银巾地 当以色列 可以起飞脚的时候 他就可以卖出了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就不是一个臭口 对吧 这个陈茂波 他的地 卖了不久 不知道年多 就出现 现在 前所未有 香港发生这么大的 群众运动 所以 我觉得 这是成就了 上帝的应许 对吧 并且 透过 一些资深的 目者 分别有 吴忠文 和 邝宝罗 就是圣灵 向他们说话 解决了 在耶利米书里 这么大的奥秘 对吧 我觉得 各位 应该多多为 这件事 来讨告 即是 愿上帝的旨意 成就地上 如同在天上 是吧 那么 稍后再说 当我发现 有什么 圣经文化的时候